霸王逼宫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这是印刺最后的反扑 如果不是张廷玉和王文昭拼命拖时间 如果没有印象于最后关头晴天保驾 雍正皇权还真就有可能被推翻 还有人说 这是雍正皇帝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码 目的就是找到一个完美的理由 彻底铲除八野党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 其实电视剧中已经给出了交代 整顿起物 红石建议让其主王爷参与 雍正竟然同意了 其主王爷一直都是印刺负责联系 雍正皇帝竟然丝毫没有担心 甚至连印象给出提醒 他仍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这个人一向水深难测 正好借这件事 看看他心里头究竟是些什么打算 要是农包 迟早得挤了他 啥意思 心里早就有数 甚至早就有了安排 就等着印刺有点什么实际行动 有理由挤了这个农包 甚至就连旗主王爷带来了本旗兵马 就连张廷玉给出提醒 我们再看雍正皇帝给出的回应 皇上 听说几位旗主王爷都带了本旗的兵马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请了旨 朕同意的 他的意思既然要整顿 就连旗迎兵一起整顿 因此从关外派了一些奇数贤熟的骑兵来帮助训练官内的营骑兵 朱军请注意张廷玉的表情 一脸的不可思议 甚至有了明显的震惊 他不是震惊于可能会有的风险 他是震惊于雍正的一反常态 一向阴质雄差的雍正 真就如此放心 甚至放手将关内骑兵交给旗主王爷帮忙训练 最为关键的是 整件事都是印四负责 雍正真就没有丝毫担忧 最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但凡张廷玉给出的建议或者提醒 雍正皇帝从来都是非常重视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消极的反应 另外 印四亲自出马 接管丰台大营和西山瑞建营的防务 两位提督虽然有过怀疑 但红石和红咒一出现 就只是强调了一下雍正的原话 没有雍正的御旨 没有印祥的守令 两位提督就接受了共管的命令 怎么可能 就算两位提督当时迫于无奈 只能接受命令 但事后为何没有上报或者密报 两个大营的防务 如此关键 怎么可能如此轻率 当然 除了两个大营 京城九门和皇宫宿位同样是关键 如果整件事真是雍正皇帝刻意安排 怎么可能忽略龙科多这个关键人物 此时的龙科多 仍然担任九门提督 同时兼任领侍卫内大臣 几乎能够直接决定逼宫的成败 八爷党势必会积极拉拢 但龙科多又是如何回应的 这件事 我可以答应你们 可你们说话得算数 我扶的是黄三子红十 舅舅 你想想 这个时候除了扶红十 太和殿那个位置 谁还能坐稳呢 好吧 这次就是再扶错了一个人 我也认了 整个逼宫的过程 八爷党就只是要求恢复八王义政 压根就没打算推翻雍正皇权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红十 难道龙科多被骗了 更何况 老九说扶的是红十 龙科多就信了 再说了 此时的龙科多已经位及人臣 别管是官职还是爵位 亦或是家族势力 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巅峰高度 他在跟着印死逼宫 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综合来看 龙科多早就接到了雍正的命令 负责窜夺八爷党 一定要逼宫 一定要夺权 一定要暴露自己的罪行 一定要给雍正一个 除掉八爷党的正当理由 只是 所有人都有了安排 唯独印翔该如何解释 朝会当日 我们再看注意红咒和印翔的一段对话 十三书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丰台大营 西山瑞剑营的防务 都让其主王爷们共管了 停下 印翔的反应 很是正常 我们不必理会 关键是红咒这句不知道该不该说 太不正常 两个大营的防务 如此关键的事情 汇报给印翔 在正常不过 哪有什么不该说的地方 红咒这样说 绝非汇报 而是提醒 提醒印翔整件事背后的阴谋 我爹或许有了别的安排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觉得你还是关注一下比较好 我们再看印翔的反应 红咒 去 回去告诉你阿玛 就说我的病有犯了 我去看看太医 红咒啊 刚才你说的这些事啊 不要再跟别人说 如果真是赶着前往夺回兵权 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 而且 印翔强调不要再跟别人说 这个别人就只会是雍正皇帝 为什么连雍正皇帝都要瞒着 因为印翔已经猜到了雍正的目的 他必须想办法阻止 避免手足相残的事情发生 我控制住两个大营 在及时赶回前清宫 彻底斩断印刺逼宫的希望 雍正也就没了理由 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所以 我们在看视频开头的一幕 雍正愤怒评价印刺和印堂 印翔为何挣扎起身 甚至口吐鲜血 拼命想要阻止雍正皇帝 等到雍正将自己扶起 印翔就不再担心 而是开始了告别 有没有感觉 印翔前后想要表达的意思 绝对不是一回事 盛怒之下 雍正越说越激动 极有可能就下令 处死印刺和印堂 印翔就是要阻止雍正 继续说下去 阻止悲剧的发生 所以 所谓的逼宫 就是雍正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码 就是印刺落入圈套而不自知 还真觉得自己已经控制局面 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的一出闹剧 印翔及时出现 并非保住了雍正皇帝 而是保住了印寺和印堂的性命 皇上 臣有本要走 你也要攻击田文静 是 臣对田文静 对心法是有些看法 但臣现在说的不是这个 你想说什么 臣要参一个人 谁 东亲王永信 王文昭 雍正皇帝亲自掌握灯的恩科状元 天子门生 身上被动贴有雍正的标签 阵营改不了 战位换不了 再加上 刚刚过去的柯甲鹏党案 满朝清流弹劾田文静 进攻新政 王文昭并没有像刘墨黎一样 坚定支持雍正皇帝 综合两个方面 你就能明白 王文昭为何如此勇敢 为何就敢冲到最前面 其主王爷纷纷指示新政 印似一言不发 作弊上官 已然明确了逼宫的架势 这个时候 雍正皇帝有一段巡视朝堂的动作 好啊 这是逼宫来了 这是自己人 也可以算一个 这些也是忠诚之臣 这几个是科举彭党一案的人 还有八爷党的人 雍正虽然没有名言 但谁都知道 他在衡量朝堂力量 推断最后的胜败概率 所以王文昭就必须站出来了 科举彭党案 王文昭没有力挺雍正皇帝 就算是现在仍在强调自己 对田文静乃至新政有之看法 如果再不挽回 如果再不表现 王文昭定会失去雍正皇帝的恩宠 乃至信任 如果任由这种状态发展下去 前程堪忧 甚至连点希望都不会再有 趁着雍正衡量朝堂势力 王文昭事事出击 猛烈进攻东亲王 第一 朝廷明照我们都看了 说得清清楚楚 请几个旗主王爷来 是为了商量其物 东亲王为什么一开口 就干预朝廷的政务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月子 第二 东亲王虽然是世袭王爷 但也是臣子 一上来就连续向皇上逼问 毫无仁臣之力 圣人有惩罚在 朝廷有理智在 请东亲王即刻向皇上谢罪 月子干预政务 毫无仁臣之力 王文昭的功力 虽然远远不及孙嘉诚 但如果没有印堂随后的反攻 东亲王永信还真会被稳稳拿捏 再也不敢造字 当然就当前的局势而言 就连雍正皇帝都明显处于劣势 更何况一个王文昭 他知道会有人站出来反驳自己 甚至会拼命反击 但也正因如此 王文昭才能继续自己的操作 最终实现汗烙饱收的目的 正如王文昭所想 印堂站出来了 王文昭 你腰鞋全乱正了 皇上都说了 今儿个严者无罪 你凭什么指手画脚啊 还叫几位王爷不说话 你好大的口气啊你 你算什么东西啊你 充其量不过是我们满人的一条狗啊 几篇臭文章 侥幸得了个状眼 你就敢这副嘴脸 九爷 是可杀不可辱 我骂你了 狗狗狗 满人的一条狗 快快 抬下去 传太医 王文昭确实有癫痫 情绪激动 最是容易发病 但这也是王文昭用以自保 用以掩盖自己真实目的的最好办法 如果雍正赢了 科举彭档案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会立马消失 王文昭的前程必定一片光明 但如果王文昭没有站出来 君父有难 待你又恩仲如山 你却坐毕上官 没有任何表现 你自己说 你还能有什么前程可言 就算印刺赢了 王文昭也是知恩图报的忠臣 再加上及时犯了癫痫 及时止损 反倒能够落得一个好的下场 甚至再度被启用 重新腾飞都说不定 状怨极地 朝堂列班 怎么可能单纯简单 只是此行此景 难免会想起另外一位刚硬的人物 孙嘉诚 如果孙嘉诚还在 如果孙嘉诚就在现场 场面该有何其壮观 图里琛 奴才在 调两棚玉林军来 守在殿外 凡是扰乱朝会者 都给朕抓起来 皇上 奴才失职 奴才有罪 怎么了 玉林军都让龙中堂调来的 布军统领衙门的人换房了 图里琛 何等精明的人物 曾经用尿道和战位 证明过自己的智慧 真就会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 他就能放任龙科多患防御林军 而且 他甚至都没有向雍正皇帝汇报 有人说 图里琛出现了摇摆 就想等着最后的结果 然后再重新站位 图里琛 能得康熙 雍正乃至弘历的信任 他的忠诚 绝对不容置疑 更何况 就图里琛对雍正皇帝的忠诚 就算他主动站位印刺 印刺就能接受 最为关键的是 印刺还没出现 图里琛怎么可能轻易摇摆 其实 图里琛和龙科多一样 都是雍正的刻意安排 其主王爷虽然不断进攻 但印刺篇就一言不发 雍正皇帝就只能主动出击 主动刺激印刺 你们今天突然发难于大庭广众之中 说是要恢复八王义政 朕想知道你们的真心 究竟是圣祖错了呢 还是朕有什么失德的地方 明说了吧 你们谁想当这个皇帝 不妨站出来直说 如此明确的罪名 如此明显的帽子 谁敢主动往前冲 其主王爷掩其西虎 印刺自然就坐不住了 因为进攻的节奏得把持 绝不能留给雍正喘息的时间 皇上 臣有话说 这是问他们 没有问你 这是朝会 臣也能说话 臣现在就是不听你说话 皇上 请让臣说话 什么叫欲擒故纵 什么叫返向引导 如此幼稚的操作 如此低劣的窜多 印刺真就上头了 真就顺着雍正搭好的梯子往上爬 非要说话 非要冲出来 必须给雍正一个整导自己的理由 只是 目前为止 印刑没有消息 龙科多虽然撤坏了御林军 但站位还不明确 也就是说 印刺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能够控制局面 如果不能控制局面 印刺又怎么能够放心大胆的逼宫 如果没有什么忤逆之言 或者不臣之心 雍正皇帝又该如何找到 处死印刺的理由 所以 雍正必须想办法 让印刺彻底放心 而龙科多就是这一阶段的主角 龙科多 谁叫你调不军统领衙门的人来的 回皇上 今日朝会出入的人太多 奴才兼着领侍卫那大臣的差事 万一出点篓子 非同小可 所以奴才才增添了兵力 维持防务 注意龙科多给出的理由 人太多 担心出事 你即刻调两棚御林军来 交给土里琛 请问皇上 今儿个在座的 都是我大清国的诸王公大臣 那么调御林军要抓谁呢 你在注意龙科多给出的疑问 都是王公大臣 都是自己人 你要抓谁 既然如此 你还增添兵力吗 你还维持什么防务 你能增添兵力 维护防务 雍正就不能调来御林军 保证安全 刚一开始 龙科多就摆出和雍正彻底决裂的架势 就算龙科多真就投靠了印刺 哪能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 更何况 龙科多是军机大臣 本该出席朝会 但雍正刚刚还事了朝堂一周 没有发现龙科多 但却并没有感到意外 甚至连点反应都没有 龙科多 就是配合演戏的一环而已 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印刺的信心 保证印刺能够放胆逼宫 那么龙科多就必须放开了眼 越嚣张越逼真 越大胆 越能给足了印刺勇气 甚至需要搬出舅舅的身份 对雍正进行批评教育 皇上 奴才只有一颗侍主之心 想当初天命六年 太祖五皇帝 曾率诸王对天 共同焚香祈祷 说上下神起 五子僧辈中若有不善者 天可灭之 勿加以行伤 已开杀戮之段 今儿个 四个旗主王爷 奉旨前来共伤起物 说得对 皇上可内之 说得不对 皇上开导之 千万不可以做出 有为太祖圣训的事来 八爷 你都看见了 我都这么教训他了 外面都是咱的人 你就放心进攻 最好能够亮明逼宫的目的 我也就能完成任务了 你再看雍正的反应 气急败坏 开始反击 孙政看走了眼 居然让你管着九门 龙科多 你不要忘了 在城外面还有丰台大营 西山瑞剑营 比你步军统领衙门的兵力 要多上好几倍 表面上看 这是雍正对龙科多的威胁 奉劝龙科多悬崖勒马 但谁都知道 仅听几句话 绝对下不退龙科多 实际上 这就是雍正的进一步暗示 暗示龙科多 在强调一下 封台大营 和西山瑞剑营的防务丢失 彻底夯实印刺的底气 皇上这话 真让奴才无地自容 奴才这样做 也是为皇上着想 也是为祖宗的江山社稷着想 现在不仅仅是奴才 就是九门的将士 包括封台大营 和西山瑞剑营的将士 也和奴才一个心思 意思已然非常明确 九门的将士 封台大营 和西山瑞剑营的将士 都已经换了招牌 改了旗号 印刺已经彻底掌控了局面 然后 你再看红咒的表现 皇阿玛 封台大营 和西山瑞剑营的防务 已被四个旗主带来的 参将共管了 印翔 刚刚有过提醒 不能再将这件事告诉别人 红咒为啥没听 为啥偏偏 敢在这个时候汇报 真要是想让雍正 有所防备 早就应该提醒 现在汇报 就为了告诉雍正 大势一去 甚至 就想看看雍正 惊慌失措的表情 真想给出提醒 红咒更应该告诉雍正 您放心 我已经告诉十三叔了 他肯定会有补救措施 但红咒啥都没说 就只是强调了两个大营的丢失 原因何在 早就两位提督痛快交出大营防务的时候 再加上印翔知道这件事以后的反应 红咒便已经明白了一切 他就是配合演出 配合雍正实现最终的目的 注意 直到现在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指向印刺 而且印刺就只是想要说话而已 但我们再看雍正皇帝的反应 老八 你果然是深藏不露啊 从头到尾 从开始到现在 印刺甚至连句话都没说 甚至连想要的发言权都没被批准呢 雍正为何就直奔印刺去了 他为什么不怀疑 其主王爷有什么非分之想 他为什么不怀疑 其主王爷勾结了龙科多 控制了两个大营 因为一切尽在掌控 因为这句话就是雍正最后的总结 我亲爱的八弟 你已经控制局面了 你已经稳操胜券了 赶紧逼宫吧 赶紧给我准备杀你的理由吧 当然印刺到底没有上当 到底没有明确逼宫的事实 更没有明确推翻雍正皇权的目的 但有了八王义正的提议 有了当朝指责雍正的表现 已经足够印刺喝上一壶 足够雍正下令薛决 抄家 全禁 印刺终究输了一个彻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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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程宥链